国际试试会300F区花莲县莲花试试会 在15号捐了100把多功能爱心伞给花莲市公所 希望让试试会的爱有如伞花躲躲开 市长吴家贤很感谢会长江宝华还有师姐们的爱心 他们上个月才捐赠成人止尿布给爱花莲食物银行 这次透过爱心伞的捐赠要让善的循环绵延不绝 继上个月捐赠成人止尿布给爱花莲食物银行之后 国际试试会300F区花莲县莲花试试会 今天再捐了100把的多功能爱心伞给花莲市公所 让善的循环绵延不绝 我们每年都会认购爱心伞 爱心伞是要方便所有的居民 就是我们的民众有急需的话就可以使用 我们今年每年都会推爱心伞 然后今年也特别的就是来捐赠爱心伞 就是我们还特地做了伞架 让我们的爱心伞有一个地方可以整齐的摆放 然后也可以做我们试试会的一个 联化试试会的一个推广的广告效益 然后这个部分是我们每年都会来施工所做的 市长魏佳贤十分感谢社团的善心捐助 他也强调会妥善运用社团捐赠的物资 让更多的弱势乡亲可以受到关怀与照顾 希望说透过这些爱心伞能够来协助 如果遇到大雨的时候或者是一些临时的状况 这些爱心伞都能够发挥一些非常棒的一个功能 协助没有带雨具的朋友们能够来不被风吹 日晒雨淋的一个状况 那在此要谢谢我们联化试试会 我们另外要特别感谢江会长号 还有我们所有联化试试会的成员 在前一阵子得知到我们食物银行 有尘能尿布的欠缺的过程里面 他马上就捐赠了六大箱的一个尿布 给我们食物银行能够帮助更多的长辈 在此我要代表所有的花联市民 谢谢我们江会长及联化试试会 那再次的要感谢很多的社团 长期来协助花联市公所 那帮助一些弱势的家庭跟团体 那未来如果有需要的部分 也请洽花联市公所 我们会全力来协助 联化试试会除了捐赠爱心伞 还捐赠相当实用的雨伞架 会长江宝华也提醒民众 在使用过后希望可以把爱心伞归至原处 让更多有需要的人可以循环来使用 也让试试会的爱有如散花躲躲开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